假夜只有在古班的高中層 是在什麼樣子 其實我自己看到的時候 非常不好意思 希望觀眾不要太介意 我們家是穿制服啊 我們家是穿制服啊 去學會整個年的電影 也就是選在劇中12月30號 與宣布最後一次 傳訊息給子維的這個日期 就覺得很奇妙 好像這部戲真的穿越了時空 穿越了時間來到大家面前的感覺 家宴有在古辦的高中村是在什麼樣子 其實我自己看到的時候 非常不好意思 我看到我穿制服的畫面的時候 我在位置上是這樣 希望觀眾不要太介意 我們家是穿制服啊 我們家是穿制服啊 沒有啦我開玩笑啦 開玩笑啦 開玩笑啦 所以平常有這種 沒有啦沒有啦 你有沒有覺得高中辦下覺得怎麼樣 我自己是不忍指示 就覺得 他別人 那電影還沒有上映啊 沒有沒有沒有特別啦 因為 他就是角色的一個 一個樣子 我們沒有去就是向你們把它拆解成 欸那好像剛是我自己騎的頭 對啊 好我開玩笑 好我喜歡啦 我會穿制服 喔 好 好 好 但是你們兩個一起看 我們一起看 對對對 都會 都會送給你們 對 都會送給你們 有會突然間 對就是突然間 今天晚上就跑 今天晚上就跑 那天就是會有一些 下半身的福利或什麼 哈哈哈哈 你看票房 他們一個負責 上半身一個比賽 不是啦 我是說 可能國語可以 可以帶大家做一些 下半身的運動 可以自己討論 下半身的運動 對啊 push on 對啊 對 對 OK 這麼冷的天氣 到時候就知道 可以穿跑 下半身的運動 下半身的運動 對 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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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冷的天氣 到時候就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